今天天气还好不是很冷 我们刚刚在讨论您的院子 这些院子都是您种的吗 这些树 是 他说他在平时也有打理院子 这些都是您自己亲手中的是吗 所以您已经离开了首相这个职位之后 已经非常习惯在大分这个地方 和乡亲们像普通市民一样生活了 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 日本的首相退休之后 他会享受哪些待遇 但是您是前首相 退休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津贴 然后会给您配备一些特殊的车辆 秘书保镖还有医护人员等等 有这些待遇吗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上次在东京机场跟您见面之前 另一位前首相孙喜郎刚好打车离开 我把这个事告诉您之后 您开玩笑说 他真有钱 他还能打车回家 我一般都骑自行车 所以说您平常都舍不得打车吗 所以现在您还会骑自行车吗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您现在主要的收入是来自哪里 除了退休金之外还有别的收入吗 但是您平常比如说有人邀请您去演讲的话 应该会给您一些演讲的酬劳 然后另外您写稿子 比如给报社投稿的话 也会有一些收入是吗 没有收入是没有收入 都是免费的 不计则发情 那 knowing是因为计划会的 在电影院上的联合者 台湾 väl的工作所 或计划会的工作所 我会计划会的工作所 但是莫员多小的一套 没有计划会的工作所 然后我还有计划会的工作所 我计划会的工作所 逆非选择在抗计划会的工作所 责任划会的工作所 因为在计划会的工作所 或者是政治家的工作 就是自己的工作 所以要负责 也不能负责 也不能负责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话题 很多别的日本首相 在退休之后 会在东京或者是别的大都市 买自己的房子 但是您没有这样的规划 为什么 还是在老家生活的会比较自在一些是吧 快適というよりも安心 いやいや それはもう 総理やってるわけでは別やけども 総理辞めてからは 普通の人に戻るわけですから 何の干渉もない 普通人と同じように生活をしていますよ 別に総理やっておったからって言ってね そしたら何か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しね 関係ない関係ないです 辞めたら 普通の人に戻って 普通の人と同じように生活をしていますよ 様々 medicines 豆腐 混合 你 河